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来学习PCP协议的拥塞控制 那么什么是拥塞呢 其实在前面我们在了解UDP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对这个网络的拥塞 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把这个网络比喻成为是这个公路网 那么公路呢 是有这个拥塞的这个概念的 只要这个车流增多的时候 就可能导致这个公路的拥塞 那么其实对于这个网络 也是一样的 当网络中的数据报文过多的时候呢 也会有这个拥塞的情况发生 那么这个呢 就是属于网络的拥塞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来了解这个TCP协议 它是怎么样进行这个拥塞的控制的 那么我们在学习这个拥塞控制之前呢 我们先对这个拥塞的根源 进行一个简单的挖掘 那么我们知道数据呢 从一个地方到到另外一个地方呢 是经过很多的设备的 比如说这里面的路由器 或者说不同的一些设备 那么这里面呢 每一个设备呢 都可能形成这个瓶颈 那么因为网络中的各种路由器呢 它的性能可能不一样 或者说对于一些传输的导体 它的这个传输的速率不一样 那么都可能形成这个网络传输的这个瓶颈的 那么这些呢 都是可能导致这个拥塞的 那么从根本上来讲呢 就是说这个网络对这个设备 应该设备的性能要求呢 大于这个可用资源 那么因此呢 就会导致这个拥塞的发生 那么在这里呢 可能的同学会有疑问 说这个拥塞控制 和我们上一节课的这个流量控制 有什么区别吗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先对这个拥塞控制 和这个流量控制 进行一个简单的划分 那么首先呢 这个流量控制 它主要考虑的是 点对点的这个通信量的控制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流量控制呢 它主要是通过这个窗口 来进行这个通信量的限制的 它主要是考虑到这个接收方 它可能的接收性能 不及这个发送的这个量 但是呢 这里面的拥塞控制呢 它主要是考虑整一个网络 是一个全局性的考虑 它会感知到这个网络 它有没有发送拥塞 或者说发送拥塞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办 那么这个呢 是属于流量控制 和这个拥塞控制的一些区别 那么其实呢 对于这个拥塞控制呢 是一个很庞大的问题 因为呢 它考虑到了整一个网络 并且呢 对于这个拥塞控制 其实是很难有这个最有解的 所以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只需要对这个拥塞控制 有一个简单的认识 就好了 那么如果说 需要进行这个拥塞控制 那么首先呢 它需要有一个方法 去判断这个网络 是否发送拥塞 那么这个判断的方法呢 很简单 很粗暴 就是如果说 我发送的这个报纹超时了 那么就认为 这个网络发送了拥塞 那么这个呢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呢 在传说的过程当中呢 可能会由于 某一些路由器 处理不过来 而导致这个报纹的超时 但是呢 通过这个报纹超时 来判断是否一定发送拥塞呢 这个是不成立的 如果说我们在 存数的某一个阶段 把这个关线 把这个网络给断了 那么这些呢 都会导致这个报纹的超时 那么这个时候 就不是因为拥塞所造成的了 而是因为这个网络故障所造成的了 所以呢 在这里面 我们只需要简单的知道 这个报纹超时呢 它可以是判断拥塞的一个方法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不考虑这个网络故障的情况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将会学习到这个拥塞控制的两个算法 首先呢 第一个算法是这个慢启动算法 那么慢启动算法呢 它其实非常简单 它会由小到大的逐渐增加这个发送的数据量 那么对于这个增加的过程呢 它是这样子的 每收到一个报纹的确认呢 它就加1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第一次发送数据的时候呢 可能会发送一个报纹 对吧 然后这个报纹收到确认之后呢 然后就加1 因此呢 第二次它就会发送两个报纹 那么这个时候两个报纹都收到了确认 那么这个时候就加2了 因为每收到一个报纹的确认呢 就加1 所以呢 两个报纹呢 就加2 所以呢 第三次呢 它就会发送4个报纹 如果说都收到确认的话 那么下一次呢 就发送8个报纹 然后再次16个报纹 那么这一个就是属于慢启动算法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发送报纹的数量呢 它是指数增长的 第一次发送一个 第二次呢 发送两个 第三次呢 就发送4个了 第四次呢 就发送了8个 第五次呢 就发送了16个 这一个增长呢 是指数增长的 我们知道这个指数增长呢 它的增长速率是非常快的 那么这个慢启动算法 它的指数增长 增长到什么时候呢 这里面会有一个预值 这个预值我们称之为是这个慢启动预值 只要这里面的慢启动算法增长到这个慢启动预值之后呢 它就不增长了 那么到达这个预值之后呢 它就会进行下面的第二个算法 那么第二个算法呢 就是这个拥塞避免算法 那么这个拥塞避免算法 它是怎么工作的呢 它会维护一个拥塞窗口的变量 那么这个变量呢 是大于我们前面所了解的这个慢启动预值的 那么只要这个网络不发生拥塞呢 它就试探着把这个拥塞窗口给调大 那么这里面呢 只要网络不拥塞 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这个报文呢 不超时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试探着 把这个拥塞窗口调大 每一次加一 那么这个就是拥塞避免算法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也举一个例子 假如说这个慢启动呢 到达了这个预值 也就是说 这里面假设是16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会启动这个拥塞避免算法 那么对于这个拥塞避免算法呢 它会试探着 把这个拥塞窗口进行调大 如果说发送16个报文呢 都是可以说到确认的 那么下一次呢 它就会发送17个报文 那么如果说还没有发生这个超时的话 那么下一次呢 再发送18个报文 如果还没有拥塞的话 那么我们再调成这个19 一直试探着把这个拥塞窗口调大 直到发生这个拥塞 那么这个呢 就是拥塞避免算法 那么这个算法呢 可以保证在网络 不发送拥塞的前提上面呢 更多的去发送这个数据 那么这里面了解的拥塞避免算法呢 经常会结合我们前面所了解的 这个慢启动算法 结合的去进行这个拥塞控制 那么这张图呢 是关于慢启动算法和拥塞避免算法的一个图 这里面呢 重坐标表示的是 每一次发送的这个数据报文的数量 而横坐标呢 表示的是这个发送的轮次 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呢 只发送了一个报文 那么第二次呢 就发送两个报文 第三次呢 发送四个报文 第四次呢 发送八个报文 第五次呢 发送16个报文 那么这个节奏呢 是属于这个慢启动算法 那么到了一定阅值之后呢 就启动这个拥塞避免算法 那么启动了这个拥塞避免算法之后呢 这个每一个轮次所发送的报文呢 就会呈现这个线性增长 而在拥塞避免算法之前呢 是呈现这个指数增长的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拥塞避免算法 结合这个慢启动算法 来进行这个拥塞控制的一个可视化的图示 在这里面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PCB协议对这个拥塞控制呢 其实更多的是从自身的角度去考虑的 只要这个网络不发送拥塞呢 我就尽可能的发送更多的数据到这个网络里面去 那么只要这个拥塞发生了 那么我就减少自己所发送的数据量 以降低这个网络中设备的这个压力 接着呢 我们简单来总结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分析两个部分 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是这个流量控制 与这个拥塞控制的区别 那么这里面我们需要注意 流量控制 它是从端到端去考虑的 而这里面的拥塞控制呢 主要是从自身 以及全局的一个情况去考虑的 接着呢 是拥塞控制的算法 这里面呢 我们介绍了两个算法 分别是这个慢启动算法 以及这个拥塞避免算法 那么这两个算法呢 都是TCP协议 在进行这个拥塞控制的时候 会使用的算法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的所有内容 词纯的表情 词纯的表情 词纯的表情